恭喜恭喜恭喜你 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我不是不回答 我只想不去 在追加 那不行啊 我又打出丹又要喝 对对 我已经把我最大的隐私告诉你们了 我们市长妈妈 妈妈市长 要跟我们玩一个游戏 这个待会有精彩的问答 只有三秒可以回答 如果没有回答也没关系 但我们有终极惩罚 导播导播请进来 好 这个呢 看起来是什么 绝对不是咖啡 它是苦中最苦的苦茶 哒哒哒 哼哼看 味道如何 现在闻 闻不到苦味 不过待会 也许有机会尝试看看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市长准备好了吗 好 三秒钟回答快问快答 速度非常快 家里谁决定年夜饭的菜色 当然是我咯 过年最怕亲戚问什么 市长 市长 真的 市长其实为了做效果 第二题就是让我们先上场苦茶 不是 我不是不回答 我只想不转 他就问什么 因为实在太忙了 我每天都在不同的场景转换 执行惩罚 也让市长知道这个茶有多苦 来请示 那为什么这么多杯呢 我会面临这么多的惩罚吗 因为我会面临这么多的惩罚吗 我怕你会面临很多的考验 特性特性 哦 现在很苦 不过我可以接受 因为妈妈能吃苦 市长也能吃苦 哎这个小case 真的 哎再来再来 这个根本不够看 第三题 市长最喜欢的Louis 过年都吃什么年夜饭呢 哎我可以给他一点苹果 那我可以给他一点点 那市长最想要这三个帅哥 谁到你家过敏做客 梅西 当然就是讲万安咯 不好意思万安不好意思啊 下一题 今年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什么 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都很简单啊 没有什么难的啊 不行这个答案同意吗 满意吗 不满意 这有什么难的 女中浩洁 那你很快啊 下一题我们进入比较刺激辛辣 已经就是比较难以回答的 到目前为止都很简单 如果继续再这样表现二十几题的话 麻烦你换你们喝 真的 我们居然被挑战了 好这一题 请问初吻在什么时候 二 一 大学 不行来不及了 所以要再追加一点 那不行啊 我又讲出单又要喝 对了 我已经把我最大的隐私告诉你们了 我最大的隐私已经告诉你们了 没关系 我们现在再问一题 如果回答出来 这一杯就可以不用喝 好吗可以吗 对 那是大学大几呢 大概大二大三左右吧 大三可以可以 好 这个人看了算是谁吗 这是我啊 其实蛮可爱的很清秀 那想跟自己 好搓哦 我题目还没问 想跟自己小时候说什么 辛苦了 因为小时候很努力 所以辛苦了 我觉得自己年轻漂亮 还是现在漂亮 都不漂亮 真的 我不是以漂亮成分 不过我是属于自信心强大的 讲一句话 证明你是台中人 真的假的 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最骄傲的政绩是什么 开不了功的开功 玩不了不功的完功 中信兄弟 明年拼几连霸 三连霸 请证明一个动作 你说你是兄弟相迷 陈子豪 炸裂炸裂 炸裂 陈子豪 那最后呢 我们要听市长的歌声 想一个你最喜欢的过年歌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每个人的嘴里 每人听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题目太简单了 一点都不难 我们居然背笑了 对呀 拜托拜托 题目在改造 所以你们的过年红包 全部没有 开玩笑了 都有都有都有 市民都有小红包 来我近市长一杯 是的 真的不难喝 还好啊 其实真的苦 所以觉得苦的人 都是小朋友 新智年龄 还不怎么才是 新智年龄 你们这些新智年龄的快递 对呀对呀 好 谢谢市长 OK 好 谢谢 他们得了的苦 市长真的是吃得了苦 哈哈哈哈 这没什么 其实这个请退会啊 然后我们就女生 尤其像我这个年纪 常常买了就拿罐罐 其实不会 要我们为了身体好 或者为了工作 我们可以吃苦 这就没什么 真的 真的没什么 对不对